各位朋友大家好 可以说是千呼万唤使出来 大宋公辞终于上线了 对这部剧呢 我是一直是满怀期待的 所以呢 也就迫不及待的看了几集 看完以后啊 我不禁产生了一个疑问 就是历史是不是真的没有那么精彩 所以呢 才导致了那些剧作家们 千方百计煞费苦心的 购置了那么多的情景 与我本人而言 我觉得历史已经足够青彩了 你只要按照历史的真实的脉络 然后适当的增加一些市场因素 我相信应该能够编出一个好剧本来 我相信有些人可能不是这么认为的 他们可能就像一些美妆博主那样 喜欢把一张本来还可以的脸 弄得面目全非 所以他们要的并不是历史的精彩 而是他们自己心中的那份所谓的精彩 那么真实的历史是不是足够精彩呢 今天呢 我就想跟大家聊聊那段时间的历史 让大家也判断一下历史是不是已经足够精彩 这部剧呢 基本上是从宋太宗赵光义开始说起 所以咱们也从这位宋朝的第二位皇帝赵光义开始聊起 一说到赵光义啊 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竹影俯升 所谓的竹影俯升呢 指的是宋太祖赵匡义死前的最后一晚 那些宫中的太监和侍卫们 在宋太祖赵匡义和他的弟弟赵光义一起喝酒的店外看到的和听到过的情形 这实际上指的就是宋太祖赵匡义的死亡之谜 他是不是被赵光义所害 关于竹影俯升 以前的视频节目中呢 我也有所提及 但是呢 每次都是轻轻略过 因为这个内容呢 在那个时候还不是我们要谈论的重点 今天呢 也许是时候把这个扑速迷离的迷案的始末 以及各种不同的版本 给大家简单的呈现一下 因为这起案件至今还是一个谜 所以呢 大家也可以参与到猜谜之中 说说您自己的看法 宋史关于宋太祖赵匡义之死的记载呢 是非常非常的简单 只有寥寥几句 仅仅是提到了在某年某月 地崩于万岁殿时五十岁 也许就是因为正史记载的过于简单 所以呢 以后就有了很多不同的版本 我们先说第一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呢 出自于宋仁宗时期的一个和尚叫文盈 他写了一本书叫旭香山野路 其中呢 就提到了那一晚发生的事情 首先呀 他先讲一个赵匡义以前的故事 说赵匡义以前还在后洲做将军的时候呢 遇到了一位道士 这个道士名叫混沌 据说是很有道行 他有一次跟赵匡义说 说你将来能当皇帝 当时是把赵匡义吓得够呛 那时候赵匡义还是后洲的将军 说他将来能当皇帝 这不就是说他将来要谋反吗 所以呢 赵匡义呢就远远的躲开了这个道士 这个道士后来也是不知所踪 过了几年以后 陈桥兵变 黄袍加深赵匡义还真的当了皇帝 这时候他就想起了那位道士 他就四下寻找想和这道士啊再聊一次 也算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或者是天意如此 有一次赵匡义寻幸的时候呢 还真的在路边又碰见了这个道士 于是赵匡义就把这个道士请到了皇宫之中 贫退左右和他促期长谈 赵匡义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我能活多久 这个道士呢掐指一算 说今年的10月20日晚上 如果天气晴朗的话 那么你或许还能够再活一季 一季呢一种说法是说12年 还有一种说法说是30年 说如果那天天气不好的话 那么你就准备后事吧 赵匡义听了以后呢是深信不疑 然后死说活说把这个道士呢留在了宫里 他要随时请教 据说有人看见这个道士啊 到了晚上就睡在了树上的鸟巢里 这样看起来的话 这位道士应该跟大随废太子杨勇 应该是出自于同一师门 都喜欢上书 后来到了10月20号这天晚上 赵匡义特意走到殿外 这时候看到的天空是异常的晴朗 天上是繁星点点 似乎是对着赵匡义眨眼 而且还对他悄悄说 哈哈你想多了吧 那个就是个骗子 赵匡义心情变得无比的舒畅 可就在他要走回大殿的时候 突然间风云变幻 转眼之间就下起了额毛大雪 或许是赵匡义预感到了什么 所以呢 他就急招他的弟弟赵光义进殿 和他商谈一些重要的事情 赵光义来了以后呢 哥俩是贫退了左右 两个人一边喝酒一边促膝交谈 在外面侍候的太监和侍卫们 只看到了主影下赵光义似乎在推脱什么 再后来呢 哥俩喝酒喝到了午夜时分 然后两个人一起走出了大殿 赵匡义用手中的祝福 扫了一下地上的积雪 对赵光义说好做好做 然后赵匡义就让赵光义这晚要留宿在宫中 再以后赵匡义呢 就在自己的殿中憨然入梦 据侍卫们说当时是憨声如雷 可是到了第二天早晨 赵匡义却离奇驾崩 赵光义就宣读所谓的太祖遗诏 然后登基做了亲一任的皇帝 以上呢就是文营和尚关于那晚所发生事情的第一版本 大家可能马上就会有这样一个疑惑 像宫廷中这样机密的事情 一个不问世事的和尚 他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这个文营和尚啊还真不是一般的和尚 他有点像咱们现在的少林寺的CEO那样的和尚 就是上能通天下能到地 天地之间发生的那些事啊 除了有时候可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其他的差不多都略知一二 他在这本书里呢 还记载了很多达官贵人家中发生的事情 有些事情呢还是非常的靠谱 所以说呢他这本书呢 还是有一定的可信性 咱们再来说说第二个版本 第二个版本呢 出自于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位老朋友 这位老朋友呢 就是那位喜欢杂纲的司马光 资质通鉴的作者 不过关于这件事的记录呢 并不是在资质通鉴里头 因为司马光这个人呢 怎么说呢 应该说他非常的实实物 他撰写的资质通鉴只记载到了柴融 关于宋朝的事呢 他是知字未提 关于竹银辅生这个事件呢 他是记载在了另外一本史书 叫素水记文之中 而且他也没有说在赵匡印死前的那个夜晚发生的事情 而只是记录了第二天早晨赵匡印驾崩以后发生的事情 说是在那天早晨 当职业的太监们听不到赵匡印的憨声 然后进去查看 发现赵匡印已经驾崩 所以呢 他们就马上通知了当时的皇后宋皇后 宋皇后就马上命令大太监王纪恩 去通知当时最年长的儿子赵德彰赶紧进宫议事 王纪恩领命出宫以后 却一头就扎进了赵光义的晋王府 皇帝不是让他去通知赵德昭吗 他怎么就去了晋王府 用司马光的话说呀 是说王纪恩啊 觉得在之前赵匡印跟赵光义这兄弟俩呢 谈到过了继位的事情 赵匡印呢 是想让他的弟弟来继位 所以呢 这时候赵匡印死了 王纪恩呢 就理所当然的就去找了赵光义 赵光义知道自己的大哥驾崩以后呢 当时是非常的犹豫 犹豫去不去皇宫 这时候王纪恩就催他说 说你还等什么呀 赶紧去吧 去晚了就没你什么事了 于是赵光义才和王纪恩一起赶到了皇宫 宋皇后见到王纪恩 马上就问他说德昭来了吗 王纪恩却回答说晋王道义 当时宋皇后就傻了 这时候赵光义已经走进来 宋皇后犹豫了片刻 马上就对赵光义说了那句最关键的话 他说 官家大家都知道 这是宋朝对皇帝的专有称呼 这样就等于承认了赵光义要继承大统 赵光义听到宋皇后这么说 心里都就安定了很多 表示对大哥之词的哀悼 然后就对宋皇后说公保富贵 第二天赵光义就登基做了皇帝 在这个版本中还有一个小细节 是说王纪恩到了晋王府的时候 看到门口蹲着一个人 这个人是御医叫程德玄 据程德玄自己说 他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恍惚听到有人在喊说晋王要见他 于是他就走出门 却发现门外并没有人 过了一会儿他又听到了类似的声音 走出门一看还是没有人 这样就使他非常的担心 于是他就穿上衣服 自己到了晋王府的门口 去等着看看是不是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 相比于第一个版本 第二个版本应该是一个按照时间顺序的一个补充 说的是赵光义死了以后的那天早上 发生的关于权力变更的事情 和第一版本相比 有一点是明显的不同 就是在第一版本中 赵光义当晚是睡在了皇宫之中 而在第二版本里 他是睡在了他的晋王府 又多了程德玄这么一个神秘的人物 而且程德玄还是位御医 医生毕竟是一个专业知识很强的一个职业 他既可以救病人于激患之中 也可以杀人于无形 我们再来说说第三个版本 这第三个版本出自一本伟大的史书 叫《续资质通鉴长编》 作者是南宋的史学家李涛 记载了从赵光义开创宋朝 一直到金康之耻的这段168年的历史 这本书可以说是史料丰富 对了解宋辽金这段时间的历史 是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我本人也经常参考其中的一些资料 在续长篇中关于这件事情的记载 它基本上是柔和了第一版本和第二版本 但是在一些具体的细节上又有自己的不同之处 比如说根据续长篇的记载 赵匡印跟赵光义一直在店内喝酒 并没有到店外去观雪的情节 而且当时的目击者隔着窗户看到的是赵匡印跟赵光义 二人之间似乎发生了什么争执 而赵匡印又用手中的祝福戳向了赵光义 口中还说到好为之 不是像第一个版本说的好做好做 二人平静了以后就各自回去睡觉 在以后发生的情形就和第二版本中记载的完全一样 按照这第三个版本的话 那么赵光义的作案嫌疑就比较大了 毕竟二人之间发生了争执 赵光义有可能就采用某种手段杀死了赵光义 那么有可能是采用什么手段呢 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那把斧 不过呀这把斧可不同于我们经常见到过的砍柴的斧子 或者像黑旋风李回拿的那种喧哗大斧 这种斧呢叫祝斧 实际上呢它是一种礼器 是那种水晶啊或者是玉做成的那么一把小斧子 本来嘛大家也可以想象赵光义那么大的一个皇帝 不可能每天手里都拎着一把大斧子 一言不合就把人的胳膊腿给砍下来 这是一把非常灵巧做工非常精致的小斧 更像是一个手中的玩物 这把斧子在历史上呢也非常有名 在赵光义难征的时候 在灭掉了后蜀政权以后 当时周围的大臣就问他 咱们还要不要继续难征 当时赵光义就用这把斧子在地图上沿着大渡河画了一条线 说此外非物所有也 所以呢 宋军就停止了继续难征 所以呢 大理国就得以保存 所以金庸笔下断玉的那个十灵十不灵的六脉神剑才可以传承下去 这把斧子呢还有一些劣迹 是说曾经有一个大臣呢 向赵匡印进言 赵匡印的那天正好心情不好 觉得这个大臣说的很不着调 于是就顺手制出了手中的这把斧子 直接敲碎了这个大臣的两颗门牙 类似这样的事情啊也发生在另外一个大臣的身上 同样也是击碎了一颗门牙 所以说如果他是一把真的斧子的话 那么击碎的肯定就不光是门牙了 以赵匡印的武功 这两个大臣估计已经是性命不保 所以说这把斧子即使是作为工具 也只能是一个赵匡印发明的特出的拔牙的用具 属于牙科器材 肯定不算什么武器 而且即便是武器 以赵匡印的武力值 要是想单挑赵匡印的话 结果肯定是被赵匡印摁在地上反复的摩擦 那最后死的肯定不是赵匡印了 况且二人分手以后呢 赵匡印还活着 因为过后有人听见赵匡印睡觉的时候是憨声如雷 那么唯一有可能杀死赵匡印的方式 可能就只剩下投毒了 也许是赵光义和赵匡印发生了争执以后呢 就下了决心给他大哥的酒里头下了毒 而这个毒的提供者呢 很可能就是那个御医程德玄 这也就解释了程德玄 为什么深夜还守在晋王府的门口 因为他想第一时间知道赵匡印是不是已经被毒死 而且他还要做第一个赶到凶案现场的御医 这样的话 赵匡印之死就是赵光义、王继恩以及程德玄 三人联手做的一个惊天大案 赵匡印就是被毒死的 但是呢 这么说似乎还有一些疑问 宋朝时期的毒药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高级 死者看不到任何的中毒迹象 宋时的毒药呢 应该无外乎披霜啊还有震毒 这两种毒药呢 中毒以后的症状都是非常的明显的 不用专业人员也能看出是中毒而死 而据史书记载 赵匡印死的时候呢 皮肤是晶莹如玉 就像刚刚经过了汤姆以后 非常的光洁润滑 赵匡印的尸体不光是赵光义看过 下葬之前他的两位皇子也一定看过 如果是中毒而死死后的尸体呢 一定有一些中毒的症状 那么皇子们肯定不会轻易作罢 一定会要求追查到底 本来他们对于父亲的抱病就心中存疑 所以他们不可能放过任何的疑点 但是根据史书的记载 并没有发生什么异样的情况 除了这个下毒说以外呢 还有另外一种说法 这种说法呢 又牵涉到了第三个人 这个所谓的第三个人又是谁呢 这个第三个人呢 叫花蕊夫人 这位花蕊夫人呢 是后属国主孟场的妃嫔 据说呀是生的非常的美丽 是花不足以拟其色 蕊插堪其荣 孟场对她是非常的宠爱 因为她喜欢芙蓉花 所以孟场就让成都城内变种芙蓉花 由此成都呢又被称作荣城 苏氏曾经有一首词 词的头两句是兵姬玉骨 正清凉无憾 据说这两句词也是孟场和花蕊夫人所写 苏东坡是在这两句词的基础上续成了全词 后来赵匡胤征服了后蜀以后 孟场就被求送在了北宋的宫中 没过多久就被毒死了 而下毒之人据说很可能就是赵光毅 说起来这赵光毅可以说是用毒的行家 我们知道的南唐后主李玉 以及吴越的已经归顺的国王前流 都有可能是被赵光毅毒杀的 所以这也难怪大家会怀疑是赵光毅毒杀了赵邝印 因为赵光毅在这方面的名声实在是太臭了 花蕊夫人也随孟场被押送到了北宋的皇宫 赵邝印现其美色将她收为自己的妃嫔 有一次赵光毅让花蕊夫人侍候她饮酒 席间赵光毅就问花蕊夫人说你们后蜀国亡了 你作何敢想 花蕊夫人不光是长得美 而且非常的有文采 听到赵光毅发问随口就吟出了一首诗 君王城上数祥齐 窃在身宫 怎得知 十四万人齐解甲 更无一个 是男儿 赵光毅听了以后呢 也非常敬佩花蕊夫人的才华和气节 所以呢对她就更加的恩宠 而赵光毅呢也是非常贪慕花蕊夫人的容貌 有一次就是在竹营俯生的那一天 赵光毅呢看到赵匡胤呢已经睡着了 旁边呢只有花蕊夫人一个人在侍候 赵光毅呢觉得此时饥不可失 食不再来 于是呢就伸出了自己的贤猪手 正在此时呢赵匡胤突然醒来 于是兄弟而人就发生了争执 赵光毅就失手杀了赵匡胤 这种说法呢我之所以不用更多的解释 就是因为本来就是无稽之谈 因为啊有史料记载 在赵匡胤死之前花蕊夫人已经去世了 而且啊还有一种说法 花蕊夫人呢就是被赵光毅用剑射死的 据说是因为他担心他的哥哥会因为酒色而耽误了国事 所以呢杀死了花蕊夫人 这种说法呢听起来就有点扯 所以在此我就不多加评说了 综合以上的各个版本啊 似乎看起来赵匡胤是被赵光毅毒杀的这一点呢 似乎是更有说服力 但是这是不是唯一的可能性呢 我觉得也未必 我以前曾经做过一期视频节目 是关于宋史皇族的家庭遗传疾病的 从很多历史资料中都可以发现 宋朝王史的很多成员呢都是死于心脑血管疾病 或者是由心脑血管疾病所引发的精神类疾病 具体的情况大家有时间可以看看我的那期视频 赵匡胤的死有可能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一次突然的发作 很多时候啊那些复杂的想象猜测呀并不是事情的真相 而事情的真相呢往往是非常非常的简单 也许赵匡胤就是简单的死于心脑血管疾病的突发 毕竟这种情况呢也并不稀奇 毕竟那一天他也许和赵光毅发生了争执 那天他又喝了很多的酒 那天呢天气又是比较寒冷外面下着雪 所有这些因素都可能诱发他心脑血管疾病的突然爆发 而宋史中之所以对他的死因只字未谈 就是因为当时的人对这种疾病的了解还不是很多 他们也无法解释好端端的赵匡胤怎么突然就驾崩了 所以啊我觉得这种最简单的可能性仍然是不可以排除 那么到底赵匡胤是怎么死的呢 这个呢我想到目前为止还是个千古之谜 不管怎样今天呢我就是把这些所有的可能性和所有现在已知的素材都呈现给大家 诸位这次不妨自己做一次阿加莎科里斯蒂笔下的那位可爱的比利时侦探霍库尔波罗 根据以上的素材或者您知道的更多的素材 探寻一下竹影俯升背后的真相 也许啊这个千古之谜就会在您的手里大白鱼天下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其实啊想说的内容还没有说完 特别是关于宋高宗的三个儿子夺嫡的情况 和这部剧中表现的那是大相径庭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就说到这里 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